请各位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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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陈威士论书记 上礼拜到1232 也就是开始讲这个清安 所以我们从1231 最后一行 陈威士论的文字给他念一遍 他这个清安只有两行文字 安为清安 远离出众 调畅身心 贪任为信 对治昏尘 转依为业 翻过来1232 为此服处能障定法 令所依止转安事故 所以1232这边呢 就是再度强调他的业用 他的功用 能够服处这个障定法 让所依止转安事 那前面是他的特性体性 就是调畅身心 堪任为信 然后对治昏尘转移为业 就是他的业用 跟后面的其实是一样子 不过不同的方面去讲 那对于这个的话呢 我们看到他的说明1232 1232呢 一刚开始呢 第一行说谍宋解 为什么叫谍宋解 就是呢 维持三十宋里面写个安 所以他先把这个安先解释 然后呢 就是安就是清安 所以叫做谍宋解 重新把宋的文字呢 先讲出来 重新讲一遍这样 所以这样叫谍 然后呢 清而安稳 那什么叫清安呢 离重 然后呢 叫做清 调畅 叫做安 重新把这个清安 两个字分开解释 那么 他说有两种 两种清安 一个是无漏的 一个是有漏的 特别强调无漏的清安 跟有漏的清安 然后无漏的话呢 是除掉有漏的出重 这时候这个有漏出重 就通善恶无忌三性 那如果是有漏出重的话呢 就是特别讲的 就是烦恼出重 这时候的清安的话呢 就为是善性 此正对治昏成一法 那然对法 那说呢 对法 主要强调他的功能 是除一切账 显阳呢 强调的是除出重 然后对法第十卷 也一样的说法 那就是要把这个对法 跟显阳拉出来看 到底他本来的文字是什么 那么对法的话呢 就是杂吉论 他这边也写到 安者只惜身心出重 身心调畅 调畅 所以一样的就是除出重 然后呢 身心调畅 可是他有一句话是 除浅一切障碍为业 跟那个陈威士论比起来的话 陈威士论只强调 对治昏成转一为业 他这边是强调呢 是除浅一切障碍为业 然后还特别去解释这句话 除浅一切障碍 由此事例 依止转故 那个转一 后面他解释呢 那个 转 依止转故 就是陈威士论讲的转一 他用这个除浅一切障碍 去解释转一 那这个杂吉论数据 特别去解释对法论 对法论里面这些名词 出重 就是所除的染 强调的是有漏的 他虽然是用染 但是就是陈威士论数据 这边讲的是有漏的 烦恼出重 刚强不安 障定之法 所以他还是遵守 这个陈威士论的讲法 这个清安能够除掉 障定之法 那调畅的话 就是清安的果 安令身心调和四畅 那此说通业随其所应 所应除诸障碍 通业的话就是说 对法论里面讲的是 比较一般的 所有的障碍 可是呢 如果特别针对 他个别的作用的话 就如同这个陈威士论讲的 对峙分层 所以他说此说通业 指的是对法论讲的 可是如果是别作用 就是陈威士论讲的 对此昏诚 述约由清安立出 障定法 调上身心 圣一之旗 所以这个是对法论 跟杂集论数据里面的解释 基本上杂集论数据 会计大师还是呢 有遵循这个 陈威士论的这个说法 那显阳圣教论的话呢 强调远离出众 就是课本一二三二月第四行 显阳云除出众 那一样身心调畅为体 断出众 障为业 如前乃至能增长 清安为业 如今说四月一遇 申请新安政 好 那么可是呢 在第四行又多了一个 对法地时 说益同之 突然冒一句话这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跟那个显阳圣教论讲的出众 否则呢 对法论一开始是在第几卷呢 是在第一卷 第一卷 刚开始解释的时候 是用这样的讲法 除浅一切障碍 可是到了第十卷的话 它的用词就跟显阳圣教论 有共通的地方 就是呢 出众所显 能够除掉 所以 所以由生念 住 去入古地 所有色身皆行苦 向出众所显故 所以这个色身的行苦 出众所显的行苦 修观行时 能治 此清安 余身差别深故 所以 就是能治这种出众的话 就能够产生 在身的清安这边 提到身清安 就特别要去讲到 身清安 心清安上礼拜有提的 但是我们先把课本的第四行 第五要念完 你看1232的第四行 最后一句话 笔约通账 笔就是对法论讲的 除一切账 所以叫通账 此约别账 就成为是论 特别讲的是除昏尘 然后昏尘就是它的无堪认性 有清安就能够呢 有堪认性 昏尘就没有堪认性 堪认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要它干嘛 它就干嘛 你要让那心 你让你的心安住在你的所缘境 不要乱跑 它就能够安住 所以为什么有清安代表你已经走过了久住心 就是因为你已经透过前面久住心的这个训练 所以因为你的心能够堪认安住 所以因此它才会产生 心清安跟身清安 那么这个普利道智利广论跟于全师地论 就是上礼拜提到 说心清安先起来 身清安接着才起来 所以就把这两个论提到这一件事情呢 引用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广论的第十六卷写到 一 内心调柔 清安 身起立固 所以你看是心清安 这种内心调柔的心清安 身起立固 接着引发生清安的因 风大 入生中 由此风大 骗权身份 生粗重性 皆得远离 诸能对治 生粗重性 生清安性 即能生起 所以你看他这广论的翻译 还是没有离开这种 藏传的用词的那种习惯 如果于学士地论 他就不会写得这么不容易看 你看能对治 比心的调柔性 心清安性 生起之后 由此身故 生起心的调柔性 清安性 有能随顺起 生清安的风大 偏真众多大种 来入生中 因此大种 入生中 故 能障 乐 断诸 烦恼品 生出重性 皆得除浅 等于 你如果 把前面的形容词 省略 由此风大的大种 入生中 故 生的出重性 皆得除浅 生的出重性 是什么呢 会障碍 那个乐 乐断 应该说 要断 诸 烦恼品 当你有生出重性 的时候 就会障碍 你那个断烦恼 的那种 那种 生出重性 皆得除浅 所以这时候 能对质 比 生出重的 那个调柔性 生清安性 遍满 生中 壮如充益 所以 你看它是 先有 新调柔性 新清安性 生起来之后 接着呢 你感觉到 身体的风 风大 真多 好像整个 身体就变成 清飘飘的 是这样子 所以 是 生 心清安 先来 然后 生清安 再来 然后 所以你看 这一个 接着 接着 成为是论 数据这边 也就是 第七行 为此 福除 能障定法 令所 依止 转安 事故 这就是 转一 所以你看 第一句话 解释 转一的 业用 有 有 肉 者 福 会障 障 你 得定的 那个 把那个障 障 给 服住 无 肉 者 除 什么 服什么呢 一切能障定法 那什么是一切能障定法 是烦恼 或者是受心所 受述 述就是心所 但能障定 凡是能障定的 就是清安所能够除的 但是这个地方 特别强调的是昏尘 又经说辞 但是昏尘 令所依身转去除重 得安稳固 特别强调的是 除昏尘 那既然第一句话解释 转依业 这个陈归书就喜欢用这个转依 后面也 发了很多文字讲转依 干脆呢我们就先来了解 转依是什么 转所依 又做 所依已转 辩柱 转 两种 转舍 转得 一呢 指呢 使得染尽 迷雾等诸法 得以成立 之所依 所以 转一就是 转舍 他不是说转舍 转得吗 转舍 列法 之所依 而转而 正得 圣尽 法 之所依 转那个 列法 的所依 得到 正得 那个 圣尽法 的所依 如维世中所说 由修圣道 断灭 烦恼 障 所致障 而正得 涅槃 菩提 之果 这两个果 菩提 涅槃 就是 二转一果 或者是 二转一妙果 这是修习的 最殊胜境界 上面讲的 所断除的 烦恼 所致 二障 就是 转舍之法 舍什么 舍 舍烦恼 所致障 得什么 正得 涅槃 菩提 转得 所以 转舍 就是 烦恼 障 所致障 舍掉 得 正得 菩提 涅槃 那 成为是论 眷九 对转一的解释 两个说法 如果你要翻 就是后面的 一九三四 那个 一 是 染尽法 之所依 就是 依他 起信 转 就是 转舍 不是说 第一个是转舍吗 舍那个 依他起信 上面的 骗迹 左直信 第二个 转得 依他起信 当中的 原成实信 就不必 去用那个 什么 烦恼 障 所致障 然后呢 菩提 涅槃 而直接就用 三信 去做说明 转舍 骗迹 所执 然后呢 转得 原成实 那白话 他们佛学诗俩 就喜欢用白话 从三信上 说明 人的思想 应如何 至世间 转向出世间 对缘起的现象 不应 只为 使我 使法 而应 见到 为是的 真信 原成实信 那是转 那是转 依的话呢 生死 与涅槃 所依的为是真如 灭除 依为是真如的生死 而正得 依于为是真如的涅槃 这句话 简单讲 为是真如 给他省略掉 灭除生死 然后正得涅槃 但是生死涅槃 都依着 为是 或者是 依着真如 那直接从 为是真如的 迷雾上认识 说明如何 至生死苦 达到涅槃 这种转移 都透过 阿拉耶士中的 种子的消长 生命来实现 讲多一点 白话一点 转舍 烦恼 葬种子 转得 涅槃果 转舍 所知葬种子 转得 菩提果 转烦恼 葬种子 得涅槃果 转舍 所知葬种子 得菩提果 这是第九卷 一九 刚刚说的 一九三四 也那边 他其实只有三行 还是四行 你看一下 一九三四 好像 我印象中 三行还是四行 四行多一句话 一九三四 第三行 这个一 所依 依他起 与冉禁法 为所依故 然 虚妄 骗记 所知 净 真实 原诚实性 转 两方面 转舍 转得 由素修习 无分别致 断本事中 恶障 出众 恶障 烦恼 障 所知 不能转舍 依他起 上面的 骗记 所知 即能转得 依他起 中的 原诚实性 由转烦 的大涅槃 转 所知 障 正 不上 绝 铺体 成立为诗意 唯有情 正德 如诗 二转 依果 那1935页的第二行 就是刚刚说明的 一 就是 唯事 真如 生死 涅槃 之所逼 那一样 就从这个角度 再去说明一次 用四行的文字 在1935页 这样子 这是第九卷 陈卫生 第九卷 那继续看 讲义这边 第十卷又举出 转一的四翼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课本的 2038到2050 很长了 文字就很多了 所以呢 就不要再 让他们自己翻 不需要这个时候翻 你们回家自己翻 现在不要翻 太浪费时间了 他帮我们整理出来了 四翼就是 能转到 所转一 所转舍 所转得 所以能转到 正物转一的智慧 用什么转 无分别字 压制 烦恼所滞胀 二种种子的 视力使之不作用的 能扶到 跟能断到 所以能扶到 那只是压 就是回到一二三二这边讲的 扶 扶而已 然后呢 如果要除 是能断到 但是都是无分别字 都无分别字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偶异大师 我现在终于了解 为什么偶异大师解释 四翼心不乱 是 扶除见思烦恼 四翼心不乱 扶除见思烦恼 然后如果 能够断无名或 无名烦恼 才是 李一心不乱 所以他用扶除 四翼心不乱 为什么 墨学一直强调这个 因为他 他已经有别于 廉词大师 也就是在他之前 解释 四翼心不乱 都没有讲得这么细致的 就是有分成扶跟除 甚至呢 连廉词大师在解释 在书超 阿弥陀佛音书超 解释四翼心不乱 跟李一心不乱 都把那个方法跟境界 混在一起说 偶异大师 把它分得很开 那个四词跟理词 还有呢 四翼心不乱跟李一心不乱 是不一样的 方法是四词理词 刚刚讲的 扶除见识烦恼 那个是四翼心不乱 那是境界 所以连廉词大师都是 什么叫四翼心 什么叫李一心 把方法跟境界都混在一起说 不是像偶异大师在要解 写得这么清楚 可是呢 很多人因为在读的时候 就没有很了解 那个扶除见识烦恼 就把那个连词大师的那种 四翼心理心 就套上去 又混在一起 所以境界都很慈悲 就故意把它分开 这叫做功夫成片 然后断见识后才叫做四翼心不乱 创造一个名词 功夫成片 实际上连词大师的要解 已经有用到扶除见识烦恼 那扶反恼就是 静空法师讲的 老上讲的 这个功夫成片 这个是能扶到 能断到 再来所转一 转一时的所一 由保持染尽法种子的 此种一跟本事 迷雾法所一的 迷雾一的真如 就是第二种讲法 染尽法 生死涅槃 不过它是分开 种子一 持种一 跟迷雾一 这个是所转一 然后所转舍跟所转得 刚刚不是说转 分开成转舍跟转得吗 那转舍就是恶障种子 烦恼障所知障 恶障的种子 舍弃 所舍弃的有漏法 还有猎无漏的种子 所转得 就是涅槃菩提 所以这个是在后面 成为是论第十卷 就把那个转一 这件事情 就分成这样四段 让我们更加清楚 什么叫做转一 重点就在这个转一 转一呢是在哪里 轻安 轻安为业 轻安的业 转一为业 轻安的业用 你要转一 你的 首先你的那个能扶到 的那个定功要有 轻安的业用 才会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修定太重要 你要转变真正的生死涅槃 没有从这边是得不到的 你没有下这个功夫 最多就是种下善根种子 来生来世 因缘具足再说 好 那佛地经论 主要是从所转得来解释转一 那认为转一是法生之相 就比较偏在一边而已 那社大生论 依所得位之别 把转一分成六种 主要是用位次来分 然后三无信论 一样 依修行皆为分成五种转一 跟这个社大生论的差别 就差一种 那我没有详细去查 但是呢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第一个 一分转一 这五种 一分转一 主要是灭我见我爱 得无肉相续 主要是只有人我见这边 人我这边 我见我爱 第二个 聚分转一 你看特别强调这是一分 那要聚分的话呢 要怎样 人法二空 聚分转一 要人法二空 那有了这个基础之后 再分成有动转一 有用转一 有动的话就是七地以前 还会有出入观 八地就不会了 七地以前有出入观 所以有动转一 然后有用转一 十地以前 还不是无功用道 不舍功用 所以还先说有用 你是没有用的吗 有用是有功用 相对于无功用道 然后第五个 就近转一 如来地 所以你要被称之为 已经有转一 最起码最起码 是要二胜 阿罗汉 他位置都很高 不像陈威士论这边 还有告诉你说 浮啊 除啊 还有浮除的这个 境界再拉低一点 标准再拉低一点这样 所以这个把转一 交代清楚 然后再来解释这个 能障定法 课本这边写不是说 能障定法 是烦恼或是受数 这个呢 其实在上册 一开始没多久 你看我这边写 前本书的44页 你们没有带上册来 根本翻不到 我就知道 所以一定能把它copy出来 那边就有这段文 定障是什么 回答 据实啊 会障碍你得定 通取染污 心心所 能障定的都算 心王心所 只要是染污的心王心所 都算 随胜 从比较特别的角度来说 但取一手生的受 一手生是什么 你果报 果报必然会有的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生来就会感受苦受热 苦乐忧喜舌 这种果报必然会有的受 都会障定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金光老师上特别强 他虽然讲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偏一边去 他喜欢把三昧 讲成正受 那什么叫做正受 他说白话说 叫做正常的感受 那什么是正常 他特别想要舍受 其实这样的解释 是有一点偏一点点 但是就让我们一般人 就可以了解 当你有苦乐忧喜 尤其是你的情绪 很容易起伏 抱歉 你一定很难得定 不能说你错 我们凡夫就是有这里 异熟生寿 所以科技大师在这边解释说 随胜 巨死 实际上呢 整个染污的新王新索 都有可能会葬定 但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个寿 而且是异熟生寿 那用什么来证明呢 杂吉论说 由寿禁固得恶无为 如果你能够呢 不再被寿所左右 能够得无为 这就是证明 此约离烦恼外 异熟寿 说其得无为 能够超越 这个异熟的寿 离开烦恼 的这种寿 若烦恼拒者与彼同断 什么意思 就是你 特别强调的是 好像烦恼之外 有另外的异熟寿 实际上 如果你真的能够 断掉烦恼 你的寿是跟着烦恼来的 你要得无为 就是要断烦恼 你断烦恼就同时呢 就不会让你 让你没有办法正得定 正得无为的那种寿 干扰你了 所以他这一段说的 而且在四十四页就讲这么 这么复杂 这么细的东西 我们当时谁能懂 事到现在来 稍微还看懂一点点 你看他在四十四页 就开始讲这些 那你赶快回去查 当时候参考讲义 有没有找到这些 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到 课本回到这边 能葬定法 此或烦恼 或是寿数 我当时候在那边想 烦恼会葬定 这个寿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你要强调 或是寿心所呢 原来他就是有这样的依据 在前面就讲过了 好 讲我一下 就是刚讲这个寿 就是说有情 就是生活世界的众生 那他是有情事的 那如何可以说 就是排除这个寿 就是他就说能葬定法 那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心理学中会有一个很鼓励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学习很有兴趣啊 或者你的感受很强啊 或者什么可以帮助你 可以拉拔你可以学习得很好 那我们常常在修这个波勒这个五项的时候 我对尤其这个寿 他就会想说我们有情事啊 我们就被绑了 那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个寿 我们很难去拿捏 就是说 譬如说我在自己处理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我都不晓得我是往灌灭那边 这里面你把那个有帮助你学习的药育 跟那个兽啊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心理学上面讲的那种 会帮助你学习那个 那个是什么呢 是他如同我们为师里面讲的 信为欲一 欲为情一 你为什么能够精进 因为你有耗耀心 你为什么会有耗耀心 因为你有圣洁 有圣洁升起了正性 因为信而生起耗耀 因为耗耀你才会精进 所以你刚刚讲的心理学讲的那个 他不是真正的兽 是一般的人把那种耗耀心 就连结到你的那种喜乐忧喜舍的那种热兽去了 也就是说 我有正解 我有圣解 产生的性 产生的这种耗耀 我不一定要有那种情绪的兽啊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 那个兽为什么一定要分成苦乐忧喜舍五种 一个是对生苦乐 一个是对心忧喜 那个舍就专门针对 有这种强烈对比的苦乐或者是忧喜的中间值 难道郑寿这种耗耀的学习心态 不可以是舍受吗 一定要说 我很高兴要去学 这样才学得了吗 那完全是情绪化的那种学习状况 好像 一定要情绪很高昂才愿意学 那情绪不高昂就不学了吗 那个是宗教分子 宗教狂热所要鼓励的性 有情事并不代表一定要是狂热 宗教也好 政治也好 都是要让你产生这种狂热的性 打死不对 不管别人批评我所信仰的偶像 不管他怎么批评我 就是还是坚定的信仰他 那不是宗教狂热是什么 也可以是舍受 也可以是舍受 就讲完了 清安 所以清安 后面他就讲到了 一定在定地才有 就算你有一点点定 所产生的清安 也可以 但不能够 真的能够说能够对峙分层 转移为业 也就是说 那个欲界定 味道地定的那个清安 不是真正的 有作义术的清安 等于他还没有到出产 那股清安都只是相似 不是真正得清安 好 那么接下来不放异 那他的科判是位6 如果你要查出那位初是在哪里 就是1208 如果你忘记了他的科判从哪里开始 也就是整个十一个散法 他分开成几个 他并不是分成十一个 因为他有 无堂无尘无尸就合成一个 等等的这样子 他有一些开合的 所以这边不放异 其实就已经是最后的两个 因为后面还有这个行舍 行舍不害 最后的三个 所以你看他这一个整个十一个散法 才分成八个 就是因为中间有合在一起的 无堂无尘 无尺三个合在一起 然后惭愧合在一起 等等这样 好 那不放异 不放异者 金净跟三根 三根就无堂无尘无尺 这四个 因为有这四个 于所断修 防修为信 所以呢 所断的是恶 你要防 所修的是善 你要修 所以才说 于断修 防修为信 对字放异 沉满一切 四处世间的善事为业 因此这个是略说 他就稍微说明一下 不放异 以金净及三根 于所断恶法 防令不起 与所修的善法 修令增长 所以不放异的体 是这四个 一起合作 体是四法 不放异的体 是这四个 约别功能 假说不放异 就是以他特别的功能 另立一个不放异 实际上 他就是呢 金净跟无贪无成无吃 站在这四个基础上面 假立的一个善法 不放异 那所防中呢 通一切有漏法 所以通一切有漏的这种放异 所以下面一二三三呢 就是广说 为己四法 就在这四法上头 于断修士 断恶修善 这件事情当中 皆能防修 防恶修善 民不放异 非别有体 无异相故 没有另外自己的体相 就是在无贪无成无吃 跟金净这四个 于防恶修 于修善修 这当中能够离四功能的话 就没有放异的作用 离这四个的功能外 就没有不放异的用 所以才会说呢 他的体就是呢 金净三根 金净加三根 好 首先呢 他说呢 这个第四行 广说的话呢 先讲废利 然后问答辩 首先先讲这个废利 所以先利 利就是特别强调 就是这四法 非别有体 此非别有体 离比四法 没有其他的体相 体性无别 无别用故 作用不输 就站在无贪无成无吃 金净上头去讲的啦 那么双层无别体用也 好 那么其文医疗 问性等识法也都有防恶修善的功能啊 为什么特别在这四法上都立一个不放异呢 所以下面科判呢 就是废语 虽性禅等善拔 亦有此能 而方比是 适用为列 这个方字啊 这个方字 我特别去查汉语大使典 好多个解释 方向啊 地方啊 当然都是啦 但是这个地方用的是什么 第一 并列 两者并列 两个并在一起 也就是说 善啊 惭愧啊 等等这些善法 比起不放异 或者是比起金净三根 这样子对比起来 所以第一个并列 第二个比较 所以把它合起来 并列比较 其他的善法 如果跟这四个一起并列而做比较 其他的善法适用为列 第一 他不是善根 非根 第二 不能够骗策 非根就是他不是无贪无称无痴 不能够非骗策 就是他非精进 所以不放异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四个 因为他能够善根 又有无贪无称三善根 又能够骗策 所以其他的善法 就不符合同时具足这两个条件 不非此一 这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 其余六法 而方比四个适用为 而且列顾 那什么叫做列呢 此四法中三法为根 精进骗策一切 能断能修善心 其他的六法就非根 也不能够骗策 所以非不放异之一 没有特别殊胜 就是这四个加起来 就对于这个不放异 能够断恶修善 能够一直精进不放异 就是在这里 好那问答辩 那防恶修善 不就是这边的相用吗 外人问 你看他刻判写 外人问 初问 赤子三答四难五真六四 什么意思呢 子就是论主 外人这样问 论主反过来直问 防修何意精进三根 难道防恶修善 跟精进三根有不同吗 那外人就答 比要代此方有作用 精进三根 如果没有不放异的话 就不可能 一定要有不放异 才会有作用 意思就是说 不放异离开精进三根 另有体用 体相 另有体相 所以这个是外人回答 这个精进三根 要相对于要有不放异 有这个不放异 才能够有作用 那论主就反过来说 那此因互代于 便有无穷失 那请问 那你不放异 要用什么为体呢 如果精进三根 要有不放异 才能够产生 断恶修善的作用 那请问不放异 要用什么为体呢 那不就是 在那边互相靠来靠去 那到底是谁靠谁呢 那就一直要找根本 就找下去了 那么这一个 接着呢就问 外人问 问1235的第三行 你看了 真 第四行说 这是外人在问 外人在问说 那精进就是骗策 然后呢 三善根就是当做 那个断恶修善的依据 根当为一 那怎么会说 这样两个加起来 就有防恶修善的作用呢 那论主就反问 那请问你的 防恶修善的作用 它的相是什么呢 就反问外人 然后呢 论主就自己回答 若谱依词 就是三善根啊 无贪无成无吃 这三善根啊 若骗策路 那不就是精进吗 跟精进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你能够 止恶尽善的 不就是这四根吗 依着三善根 然后呢 骗策路 就是你去动自己 所以那样子的精进 就如同你说的 那这里面 这里面要不要勒寿呢 不一定要勒寿啊 他也可以是舍寿啊 只要有圣解就好啊 然后呢 令不善乱 那是等词 令同取境 那是跟促心所 令不忘思 那是念 跟这个断恶修善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 结语1236 如是推寻 不放异的作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 不放异的作用出来 离无贪无嗔 无痴 精进这四个 尽不可得 找不到 所以不放异 一定不能够再用 别的东西做体 你说他要 要用等词做体吗 你说他要用 促心所做体吗 你说他要用念做体吗 所以 就是用无贪无嗔无痴 然后用精进 才会有不放异的体啊 这就是 长长的一段 就是透过问答 让你能够了解说 不放异就是这四个为体 好 那外人问 1234的第一行 顺正理等 外人问约 他顺便就把顺正理论里面 有这段的说法 就当成是外人的问 岂不防恶修缮 是此不放异的相用 本身 不放异就是 防恶修缮啊 就是他的相 他的用啊 何必还要用 别人的东西 当成是相 体相 才会有防恶修缮的用呢 何用以事为体呢 所以他说 这个观点就是 一切别利有体 皆做事说 把不放异 另有自己的体 现在成为是论的观点是什么 不放异的体是什么 就是三善根加上精进 他没有自己的体 但是呢 第一行 顺正理论这边 就是 不放异有他自己的体 不放异就是防修 这就是他的体相 他的相用 那实际上 顺正理论 他的讲法是什么呢 他的文字其实是这样 顺正理论呢 在讲这边 不放异的时候 专于己利 防身与异 放异相为 明 不放异 也没有特别讲到 说 这个防恶修缮 就是他的体相 等于顺正理论 没有这么明白 但是呢 据舍论书 据舍论书 他就引用 引用正理论这段话 专于己利 防身与异 放异相为 明不放异 述曰 也就是说呢 据舍论书 己利就是三圣涅槃 跟四爱果 是己所专 举所依 防身与异 举作用 方异相为 明所致 这是据舍论书 所依的 就是呢 想要求 灭盘 跟世间的可爱果 己所专 己所依 那据舍论本身 他说呢 什么叫不放异 修诸善法 离不善法 那什么叫做修呢 为于此善 专注为信 好像也没有 没有说 有啦 于此善 专注为信 信就是体相 的体 所以能所复心 叫不放异 因此据舍论书 才特别说 就是专于己利 就跟顺正理论讲的 专于己利 防身口异的恶 然后呢 还要特别去修善 才能够得涅槃 跟世间可爱的果 善果 请问一下 他这个用三叶 生与 用三叶根 不一样 不一样 他说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生与义 是指的是 叶 三叶 那三参根 是特别强烈的 是心锁 无贪 无成 无吃 不能够 不能够说 这三个是一样 因为 透过 生与义 三叶 这当中 你有可能是 无贪 无成 无吃 心锁 引导着三叶 去做动作 这样子 不是等 相等 好 所以呢 这个外人问呢 盔姬大师 这样写 好像也并不是 顺正理论 或是 据舍论 本身的用词 但是 有这个意思 是有这个意思 是 专门针对呢 就是 有 有这一个 不放异的 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的东西 是什么呢 专门呢 想要得到 这个 三世涅槃 跟世间的 善果 依着这个 你去防止 生口一三叶的 造恶 然后要去修善 尤其这边讲的 要修诸善法 离诸不善法 这边就是 断恶修善 所以 他在 据舍论本身 在解释 不放异的时候 就是断恶修善 而且还强调 这边的修善 要专注 要专注修善 才叫做 不放异 完全跟 陈威士论 定义是 三善根 加上精进 完全是不一样 他有他自己的东西 因此 陈威士论 论主才会访问说 那请问你的 防恶修善 跟精进三根 有什么不一样 离开 无贪 无参 无痴 跟精进 哪里来的 防恶修善呢 所以你看他的第六行 就写到 辱之防修 何以释法 实际上 释法能防恶 跟修善 不是吗 结果外人就说 No No 你这个释法 要 待此方有作用 三善根 加精进 释法无力 不能防修 一定要有不放异 能够让这释法 起作用 才能够防恶修善 要待此中别有不义 令其释法 方有防修之用 所以不是以释法为防修体 而是另外有不放异的体 那论主就反驳他说 那因此不放异要另外有体 请问他要用什么为体 因为你已经把防恶修善 是他的作用 防修的用作用了 你是自己这样说 防恶修善是不放异的作用 那请问不放异的体是什么 还要有别的东西吗 所以你看论主那约 释法能防恶修善 这个释体无力 要等待不放异 不放异能够防修 因应无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有所带 还要有东西做他的体 就如同那释法 精进跟三善根 他要有不放异 作为支柱 他才能够断恶修善 请问不放异 不是以这释法为体 还有别的东西 那就继续往前找 对不对 如是辗转 有无穷失 若不放异别有自信 不待于法机能防修 如果你说没有没有 不放异本身 他有自体 不需要在别的东西 能够防修 那这样这释法 跟不放异的功能也一样 他也不需要再有不放异 他也能够防恶修善 凭什么你不放异 不需要有别的东西 他自己就能够防恶修善 人家三根加精进 就还要等你不放异 才能够防修呢 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 这样的论辩 你就可以了解 他们逻辑思考是很细密 那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细密 我们只能够这么说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 我们不放异很用功的在修行 号称自己要能够我不放异 你得要合乎 要有这四个东西 无贪 无餐 无吃 又精进 否则你不要告诉你自己 你没有在偷懒 你没有不放异 抱歉 从此以后不敢说 我没有不放异 我都一直在偷懒当中 因为我们有四个连结在一起 无贪 无辰 无吃 然后又精进 好 那么 一二三五月 万人又问 精进就是骗策 三善根是作为修行的一 你看 勤体为能骗策立善心 三根但能为善法一 一就是根一 为什么说 有一个所一 然后能够骗策 就能够有防修的作用呢 你说这四个合在一起 就有防恶修善的作用出来 他问论主 论主没有回答 反过来说 那请问你的防修的作用 他的像是什么 你给我回答 回答 请问防恶修善的像是什么 你说不放异 那奇怪 你自己在那边互相 你是具有衣有 所以他访问 访问说 你那个防恶修善的像是什么 如果不是无贪无产无痴 不是精进 什么叫做防恶修善 如果你只有一词 就善法的一词 那就要一的无贪无产无痴 如果你要能让自己不断的 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都能够不断的想要求进步 那就是精进 止恶尽善 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不是吗 无贪无痴无痴 跟那个不断的 让自己不断的精进 如果不散乱 不是 如果是同时都能够 touch那个静 也就是你所缘静都不废 那个是正念 先有处 然后再有正念 那个是正念 那个是念 那个不是 不是能够就是叫做 断恶修善 你要你有正念之外 你还不断的进步 你才能够防恶修善 所以他的注警 你看 普一词 一切善心 明防修意 要合乎 不贪不撑不吃 依就是依处 然后呢 词的话呢 就是令增长 又要有所依 又要能够增长 那你要能够策发 骗策发 驱入一切善心 到处你都要知道 要能够断恶修善 那个是精进 不宜精进 这个就是四个特别的功能 若子恶不生 静善另起 叫做防修 你要这样叫做防恶 防止恶跟静善 特别讲的是静善 你的善要不断进步 不是守在善而已 那你不精进 可能吗 所以种此事法 故无别体 那下面就列举 那不是这个了 不是等词 三面 就是处 就是正念 都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所以1236第一行 就开始解释这个 令心等不善 明防修 那个是定 但是三面定 若令心心所同取一尽 不乖反缘 不会乱跑 不乖反缘 就是说 所缘尽不要乱跑 这样叫防修 那就是处心所啊 若所作善恶 意念不忘 那是正念啊 不是无贪 无称无痴 不是精进啊 那就举几个例子 跟你定义的防 防恶跟近善 不相近 不一样的 不能够用这个啊 所以这样子逻辑 推一推 由前道理 就是第五行 1236第五行 由前道理 推不放逸 防修之用 离无贪等四法 总别之能 尽不可得 离开这四个 再也找不到的 防恶尽善 这样的功能出来 所以不放逸 离开这四个 没有他自己 另外的体性 到这里是 成为是论德文 注解结束 那下面的问答干嘛呢 我们现在把它读一读 问 何故此中以无贪为首 等于三法 不以精进为初 答 次前别简中 以无贪为首 故从敬而解也 极显不易 不如小圣体是时有 即是假有之所以也 这个其实 答其实达到那个 从敬而解 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个是因为他们论师 写文章都很仔细 我们看书的人 学习的人 没有像看他们 看得那么仔细 你看哦 他的结语 1236第四行 如是推寻 不放逸的用 你就可以知道 离无贪等 竟不可得 用无贪做带头 可是一开始 他的定义呢 你看1232 1232倒数第五行 他的定义不放逸着 精进做开头 精进放在前面 无贪无参无知 三根放在后面 所以1236的问话 就是这里 你的结语 为什么用无贪为首 跟前面的定义 人家是用精进为首 你为什么不照着前面的定义 用精进为首 为什么你做结语的时候 是用无贪为首 是这样 眼眉 才把我们点出来 你看 他说这段话 情难亦云 前标不放以情为出 何故后 劫无贪为首 前标不放 他在生日是怎么看 不再结一下一日 前标不放逸 以情为出 减一日 我都看 看整宝 前标不放以情为首 上语句是不放以情为出 就是1232这边 标题 不放逸是以精进三根 所以是情精进为开头 最后的结语 为什么说 离无贪等金不可得 为什么用无贪为首 所以回答说 这个前别简中 以无贪为首 你说别简中是在哪里 别简中就是 1235 倒数第六行 他不是要去解释 若普依词及无贪等 若片侧路不依 就是要简别 所以是依着他的简别的文去做结论 如是推寻不放逸用 离无贪等 不就是这样而已 结果 结果我们 葵姬大师还特别假设一个问答 我们一开始看都没有什么意思 这样叫做从敬而做结语 对 紧紧 因此为什么说回答其实到这里 因为后面那一句 那只是整个的结语 显示不放逸呢 不如小胜体是使有 小胜是顺正理论等啊 据舍论等啊 是不放逸有他自己的体 而成为是论呢 跟三十颂呢 的意思就是呢 不放逸是假有 是这四法 无贪无产无痴 加上精进 合作建立起来的不放逸 所以这样叫做假有 那为什么意思强调这个 就是于学斯理论里面讲的 三是属有 八是十有 所以三是属有 就是包括了不放逸 应该也是啊 因为他只是建 对 他这样的讲法 叫做是属有或是假有 因为他要标明的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自信 不自信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上礼拜就这样 然后我们王书芳学长 还特别去栽入那一个 两个地方 在定义 无自信或者自信 定义的不一样 就好像自信到了六祖谈心 就变成是真如体性 你可不得 所以我以前刚开始在听老和尚讲的 两密工人 我们要相信自信哦 然后呢 再讲这一些成为思论 讲白法明论说 一切法无自信 讲柏仁一切法无自信 后头又说 我没有相信我们自己有自信哦 奇怪 两句话怎么老是冲突 没有注意听的人 因为从上面这样听下来 大概就知道老上在讲 我们有自信 就是我们有佛性 有真无本性 他讲一切法无自信 讲般若空观 就讲无自信就是空性 我们自己会给他归类 但是不知道说两个名词 用自是一样的 但定义完全不同 那个维世学也是这样 有时候讲自信就是自体 有自信 像前面无汤无汤无吃 有自信 不放逸无自信 因为他是假有的 好 一样 行手 接下来行手 也是假有的 也是精进三根 跟不放逸一样 精进三根 令心平等正直 无功用助为信 为什么三句话 三个层次 令心平等 令心正直 令心无功用助为信 那业用呢 对质调局 特别举一个 对质调局 进住为业 特别想到你能够得进 进住就是得定 所以 首先先解释这个行手 他说这个行 是行运中的舍 行手 简别于受运中的舍 所以特别要写个行舍 这个行不是那一个造作那个行 非为行也 亦以事法为体 也一样 精进三根 然后别政 对质调局 体行 正对质 特别讲的正对质 调局 进住为业 所以这个的话呢 为了要说明这个行舍 德卿 憨山大师 在白法明门论论意里面 有多一点文字 比较好懂 行舍者由精进力 舍贪嗔痴 则令心平等正直 任运入道 以念念舍处 及念念入处 如人行路 不舍前步 则后步不进 用这个辟语 等于你走路 左脚右脚 如果你左脚不抬起来 你的左脚不能往前跨 你的右脚不抬起来 你的右脚不能往前跨 所以你要能够舍前步 你才能够走后步 用这个辟语 但是呢 这个辟语还是会让人家误会呢 就是有动作的行 所以亏计大师特别强调 那个行是讲行运中的舍 不是受运中的舍 但是呢 憨山德卿大师 憨山大师 这个辟语我们比较能够懂 原来讲舍 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肯舍 你才能够让心不停留在那个沉默调举当中 不沉默不调举 这叫做心平等 第一个 心平等 那特别强调是行运中的舍 憨山德卿大师那说 是行运当中 行运念念千流 那行运会念念千流 是那种习气熏发妄想 不觉令心 会走向昏沉调局 如果你不把昏沉调局舍掉 若无此舍 不但昏调将发现行 若能念念舍之 则昏调良舍 两边都没有 不会昏沉也不会调局 自然令心平等正直 他把平等跟正直写在一起 他认为平等正直是一样的 所以初用力舍 明有功用 舍到一念不生 则任运无功用 自然何道 那无功用在后面 所以汉山德卿大师他的解释 平等正直放在一起 后面才有无功用 无功用到 但是呢我们陈威士论 跟陈威士论书记 他是分三个阶段 不一样的 心平等 心正直 心无功用柱 待会看了就知道 好 所以1237 为集市法 有在市法 静静三根 令心远离 吊举 等障 吊举就包括昏沉 静住 明舍 你能够 安静的 安住在你那个所缘境 平等 正直 无功用柱 初中 后卫 便舍 差别 为什么用初中 后卫 初是平等 中是正直 后卫呢 就是无功用柱 由不放异 先由前面的不放异 先除杂染 舍 行舍 互令心 极静而住 一样先把陈威士论论念完 此无别体 如不放异 离彼士法 无相用固 能令极静 就是要靠这四个 不担不撑 不吃 跟精静 所令极静 就是心等 就是心平等 心正直 心无功用柱 所以才会强调 初中后 好 所以这个 便舍 差别 他不是写吗 初中后 为便舍 差别 墨学人呢 干脆找到 菩提道赐利广论 让我们看 菩提道赐利广论这边 什么叫做舍 他说呢 舍中的山 第一 受舍 第二 无量舍 第三 行舍 他把它区分 这边讲的是行舍 既不是受舍 也不是无量舍 你说无量舍是什么 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的舍 他既不是受孕中的舍 也不是数量心的舍 他是行舍 吃舍的自信是什么呢 身分地 尤其是利润生分地 什么叫做舍 为于所缘 心无染污 心平等性 于子观品 条柔正直 任运转性 及条柔心 有堪能性 令心 所以任运作用 简单的说 得此舍时 修三摩地 于无尘调 舍现前时 当住 不发态用功用 不要再用功了 当你证得这个舍 已经没有沉默 也没有调局 你就住在这个舍里面 不要 还要加功用心 这个就是九柱心里面 那个 第八柱 到第九柱 就是第九柱 专去一进之后 到这里 要舍 所以不要太过用功 那么所缘相 如前论云何舍相 由所缘令心丧舍 于所缘 不发所有 太精进 不需要 还要再用 加功用心 因为你前面 已经精进到这里了 有这种舍的现象 的时候 住下来 修舍之时 一如彼云 云何舍时 为此官品 所有沉调 心以解脱 你也不会沉默 也不会调局 你说那昏尘 昏尘早在前面 沉默比 昏尘的 像更细 你说那沉默 跟调局 调局跟散乱 应该这么说 调局跟散乱 昏尘 跟沉默 散乱 跟 昏尘 一组 沉默 调局 一组 昏尘 散乱 都是比较粗的 昏尘 散乱 都比较粗的 也就是说 昏尘 自己可以察觉 杜姑 杜姑 有时候现在 现在真的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是看着电视 眼睛慢慢模糊 然后感觉 我还有在看 好像某些情节 还知道 他在演什么 可是实际上 待会 他就完全 眼睛就闭上了 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 刚在演什么 刚我看到的是什么 没印象 整个情节 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但是你在 你在那个 正在那个 那个昏尘的状况 这下来 你还以为 自己有看着荧幕 有看着剧情 好像知道 他在演什么 这种现在 要跟我们 要准备睡觉了 真的躺在床上 要准备睡觉了 剧情有长期 不是 没有 我没有那么严重 我还去想剧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快要睡着了 快要进入那种 深度的睡眠之前 你还知道自己 有在想事情 甚至有在念佛 可是呢 接下来就 都不知道了 可是那一段 似乎还有思虑 还有思维 还知道自己在 起心动念 但是实际上 你醒过来之后 发现 要完全睡着之前 我在想什么 没印象 完全没印象 那个是昏尘 那个不是沉默 你说沉默是什么 广论里面讲 沉默是心 太沉 然后呢 提不起力量 不清楚 没力 与所缘境 你不能够像 昏尘那样 完全不明白 不是 所缘境 还是专注于境 但是呢 你所缘境 虽然专注于境 但是不清楚 然后呢 没有那种 向上提升的力量 沉默 所缘境 你感觉 就像刚刚我举例的 你好像有盯着荧幕 假设不用看电视 你好像还有佛号 阿弥陀佛 好像感觉还是阿弥陀佛 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其他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实际上呢 你已经从昏尘 慢慢进入沉默 阿弥陀佛 说是进入沉默 是好听话 你已经从那个 那个深度睡 那个二度睡眠 要进入深度睡眠 四度的第三度 开车 开车 说到这个 开车也会 真的 开车呢 有盯着前面 知道 除非 除非就是 开快 你就自然赶快 要注意了 如果前面 车子是 挡住的 你知道说 我只要不要太 冲得太快 我就跟着前面 那一辆 然后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就安全了 你就会慢慢的 好像要睡着 但是你又没有真的睡着 那时候最危险 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通常 我发现自己 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赶快 什么绿油巾 或者吃个东西 喝个水 让自己 稍微再醒过来一下 那个就快要 接近那个沉默的现象 那还是昏尘 那还是昏尘 沉默最重要 那就是那个心力 提不起来 索原境是唯一 你不会乱圆 索原境是一 索原境还是平常用的方法 但是那个心力提不起来 那个不是很清楚 但不是没有索原境 有 所以沉默吊举 后面挤住心 不是前面 前面那个是散乱 是昏尘 所以他现在是什么 子官品所有的沉默吊 已经解脱 进入舍 这个时候呢 是好现象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如果呢 你把它安住 不要再起精进用功 你看 不要太精进 不发所有太精进 你就让他住在这种状况 一阵子 你就开始有心轻安 接下来就有身轻安 他要强调的舍是这种状况 所以这种舍就有初中后 你看到一二三七 先看第五行 平等正直者 对法云 有舍与心聚 离沉默等 初心平等 这是第一个 平等 远离家行 新正直 这时候你不需要再加工用行 叫做新正直 于染无缺 无共用 初中后 三个阶段 先离 离沉默 平等性 然后呢 不需要加工用行 新正直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无共用道 无共用道的话呢 就 他们通常都用一个辟语 譬如说那个船 你要靠岸的时候 你不能够还要一直 那个马达 还让他继续作用 你要关马达了 关马达 靠他的那个 剩余的那种趋势 让他慢慢船自己靠近 这时候你就不会撞 撞得很大力 所以就好比那个 那个工用 给他关掉 他还是自己可以前进的 那个 这是无共用 所以你看这边写到 一样广论 如前勤修 断除维系沉默调局 则无成调 令不平等 没有成调 就是心平等 其心便能平等运转 若功用行 那是修定的过失 这时候你还要加功用行 修定的过失 最后一个过失就是 你还要加功用行 这个也要拿掉 于此对质 应修等舍 修持中边说 若实见心 拒无成调 于所缘近 心正直住 而时应放反功用 休息 等舍 如遇而住 就放着 让他就安住在这种状况 自己前进 何故作行或有功用式过失呢 此由于心调则色路 沉则策局 你有沉默 有调局 有调局的时候 你要抓紧心 再更加专注一个净 所缘境 这叫做色路 沉默的话 你要撤局起来 把他心力抬起来 也就是说你有沉默 有调局 你要有这种防护休息 可是当你沉默 调局都不现行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用功 防尘防调 策利又修 反令你心就 又回到散乱 是这样 所以修持后二偏 这个修持 已经忘记了 当时研究广论的时候 特别去查出来 修持中偏 修持二偏 修持三偏 然后等等的 心平等转 已经到平等转了 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平等转了 若人功用 耳食其心便当煽动 所以那个时候 要之后放反 只是放反 防胜的作用 只是把那个防胜的作用 放反 不是放舍持尽之利 你还是要守住 那个所缘尽 是故修等舍 非是一切无成调时 乃是摧乎成调利时 若为摧乎成调势力 就没有等舍 也就是说 你已经用功的 把沉默调取 摧乎掉了 这时候 你就要修等舍 放反功用 我这个 所以到这里 然后就越来越细 越细致 我们只能够从文字上面 大概逻辑里面 大概是了解 它是什么个状况 这些都要到 第八柱 第九柱心的境界去 我们现在能够到第四柱 第五柱很了不起 先了解 对于我们真的 加工用功的时候 就不会修错 好 回到这个 一二三七的第三行 下文有二 出正解体验 然后后解费力 先讲体验 就是行舍的体验 若通退制也是一切吧 也就是对制呢 课本这边只是写 对制调举 进驻为业 可是如果通缩的话 那也是一切法 所以他说 对法这边讲 有舍相应 离沉默等 不平等性 只举通账 就概括性的说法 所以把对法这边 你看 舍则依止正情 无贪嗔痴 一样 就要有 精进 无贪无嗔无痴 与杂软柱相为 心平等性 心正直性 心无功用性为体 不容杂软 所依为业 心平等性则 未以初中后未 辩舍差别 所以则何 由舍与心相应 离沉默等 不平等性 最初正得心平等性 由心平等 远离家行 自然相续故 正得心正直性 远离家行 正得正直 由心正直 于住达染 无切律故 正得心 无功用住心 这个就是把这三个阶段 讲出来了 但是你说 对法于 不平等性等 它只是举最初 但是他这边也写了 心平等性等者 初中后辩舍差别 含瓜性的 概括性的讲法 是这个 所以他才会说 这个通脏 可是成文事论 特别用的是 对治调局 专门针对调局 庆祝为业 所以第五行开始 才把对法论里面的 详细的初衷 或列举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先讲说 这三段 为什么我们断句的时候 在标点符号 要把平等 顿号 正直 顿号 无功用住 顿号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先休息十分钟 这整体 你的问题 整体来讲 你对久住心 不熟 你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大圣庄严经论也好 然后 于协事理论也好 都有这个 于协事理论用的是 内住 等住 安住 静住 调顺 极静 罪极 极静 专注于去等词 内住的话呢 他这边用 运顺导师的 我把字再放大 以便让你们 可以看得 更清楚 你学佛了 知道要收心 所以你往内 收进来 就像你知道 我要念佛 我要修属习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他说你看 一刚开始 设心的时候 心是出动不息 像恶马 可是呢 你常常念佛 常常念佛 久了 多少也能够停下来 就是我们常说呢 起码能够 维持个几分钟 都是只有佛号 不会胡思乱想 接下来的话 就是你刚刚 第一个问题讲的 他几分钟以后 他就乱想 那么或者是呢 几分钟以后呢 他就开始分层 你说的那个 第一个问题 只是要如何 从第二个状态 进入第三个状态 那那些的话呢 每一个人 适合的方法 或者是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师傅 每一个上师 教给你的方法 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 对峙 散乱 跟对峙 分层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觉得有效 能够对峙 分层跟散乱 对你的而言 就是好的 但是你不要 自己觉得好的 就要求 所有的人修定的 都要跟你一样 以为只有这一招 才能够对峙 分层跟散乱 不一定 但是呢 你要这样去对峙 目的就在安住 要进入第三住 你看他说 可以相续住 但不是没有 思念而流散的时候 但是呢 之所以称他能够到第三住呢 就是 妄念一起 心一往外散 就立刻察觉到 立刻抓回来 前面续住的话 是有时候 你 比如说属席 我最喜欢举例属席 属到13 14 怎么属到13 14去了 正言书教我们 只能属到10 就要从头 从1再属起 我怎么会数到13 14 还在数 往下数 一察觉 圣言师傅说 你一察觉 不要在那边责怪自己 你就从头 又1开始就好了 那这是散乱 那分层呢 是数到5 数到6 没了 就进入 温宽 然后醒过来说 我已经睡多久了 不知道 有可能你只是睡不到一分钟 但是你在用功的状况之下 你睡那个半分钟 睡那个一分钟 你都觉得 刚刚怎么睡那么久 才察觉 这些你都只有在第二柱的状况 你问的问题 第一个问的问题 都是在问 如何从第二柱 进入第三柱 为什么 你看人家第三柱是什么 妄念一起 心一往外散 就马上察觉了 马上能够抓回所缘境 马上就抓回来 就还是很乖的 1 2 3 接着继续这样数下去 然后维持个5 6分钟 又出现 又出现 昏沉 出现散乱 这种状况你要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练习 你的安住的时间才会久 你可以维持一住相 一住相 40分钟 45分钟 进入第四个状况 进住 你看哦 进住是什么 不起妄念 不向外 善失 妄念将起 欲先绝了 先为致乎 知道自己快出状况来 赶快加紧用功 所以心能够安定住一所 也不会远散出去 这才是第四柱而已 第四柱 我们要在禅期当中 要在佛期当中 起码要练个四五天 第四天 第五天 才到 偶尔某一支相会到这种状况 可是马上又想起 哎呦 这两天 我还要睡了 再两天 再撑一天就好 再撑一天 第七天 就可以放松了 自己又想到这边 又从进住 又回到第一柱 所以你看 这一个 是第四柱 平常你在家里 自己在那边用功 你就不一定 就常常每一天 都能够进入到第四柱 你刚刚问的时候 什么叫做新平等 什么叫 也离家行 那个 我告诉你 那个是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你看到没有 专注于去 不受内外不良因素 所动乱 到了平等正直 雌星的阶段 能够让心专注于 统一不断的 任运的 自然而然的 相续而助 所以 这个是第八 那 第七呢 最极极境 你看 他说上面那个极境 第六的极境 你看极境是什么 这些不正寻思 不正寻思 包括什么 贪欲 称慧 昏尘 睡眠 调举 恶作 这些 对这些 也能够以内心的安定功德 克制他 免受他的扰乱 第六而已 第六 注而已 就好像 中叶的极无生息一样 不是涅槃的极境 很多人以为自己到这里 哇 我得定了 结果是自己就得定了 你知道吗 第六注而已 第七 最极极境 他说上面那个第六 已进制服寻思 还不是没有现行 能够进不到 寻思一起来 马上除浅 立刻除灭 那些不正寻思 马上 稍微起来 就拿掉 稍微起来 就拿掉 所以 五到七 你看 五到七 降服烦恼的过程 心静而又静 又安静又清静 才是真正要走到第八 的专注一去 这个时候才可以叫做 有平等 有正直 那后面那个无功用呢 专注一去的更进一步 不需要再加功用性 你还要特别去 察觉自己有没有不正寻思 有没有沉默 有没有调局 还要去察觉吗 不需要 还要去防止吗 不需要 因为需要的是已经在第七那边 第六那边 第六第七那边 第八这边已经是平等正直了 第九这边的话是无功用性了 所以我刚刚强调那个清安 你必须要在第九等词这边 安住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不久忘在 每个人不一样 论师也没有说一定的时间 但是他们论里面都强调 你在第九住心要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你到这边是无功用道 什么时候会突然有 新清安的现象发生 不一定 你也不要用期待的心理 你用期待的心理 你又不是在第九住心了 有人说这个就是要开悟的钱 不要说得那么高 不要说 只不过是你快要得出禅的现象而已 也就是说你要得心清安 生清安之前 你一定要先到这个第九住心 之后你有心清安生清安 你才叫做得到的 出禅的五支 那五支功德 什么喜啊 乐啊 一心啊等等那些 所以你说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因为论里面就是告诉你九住心 你把九住心仔细的研究清楚 你就知道他这边讲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讲的等舍 就是在讲这些状况 心平等住 心正直 心无功用 就是你得清安前面 必然会经过的这些状态 这个是你能够走入真正的三昧 证受的过程 可是他的功用是什么 对字调取 进驻为业 所以亏计大师说 这个是成为事论里面 特别去讲到他的特别功能 否则的话呢 应该是像对法这边讲的 要讲多清楚一点 先初心平等 然后呢 次呢 心正直 后呢 是心无功用 所以他说广如比说 第几行 第六行 一二三期第六行 最后一句 广如比说 那广如比说 其实杂集论刚刚过了 所以杂集论数据 我们就看一下亏计大师的数据 他解释 一相续心 显舍形象 非于一面善舍不深 不是 这个就是 别是离沉默等者 事前所致杂染相为 有舍平等 离沉调故 最初正得心平等性 为事说业 对除调剧 有舍即进行 正别致此 所以为事特别讲的是 除调剧 由于舍这种 即进行 特别是对之调剧 实际上他只是呢 正得心平等性 但是呢 为事这边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说通脏故离成 然所等中 一间调剧 离沉默离调剧 照说呢 不应该是只有对之调剧 也对之沉默 也对之昏臣 昏臣调剧 通通都舍了 所以他这边讲的特别 别正对质 所以这是 陈卫生的数据 要特别告诉你的这样 要详细的话呢 就是杂己论 这边讲的比较多 那述曰 其葬已除不由勉力 但顺前转 无高无下 顾新正值 特别解释 什么新正值 不需要勉力 顺着前面你的方法 继续用功 所以没有高 没有下 新正值 然后善心相续 不律染身 你不需要去 会担忧 会再重新生出这样 任运恒时 助无功用 这时候你就一直 安住在这种状况就好 因为你已经 前面用功过了 所以你看 你不需要去考虑 担心 他会再生出来 因为你的功夫 已经用到这里来了 你只要一直安住在这里 所以有点类似那种 禅宗里面讲的 这时候我只要让他 无功用到 任运恒时 当然禅宗强调的是会 用会去做安住 但是这里 没有讲到会那么高 不像禅宗讲会那么高 就讲定而已 就讲定而已 所以不要把 把无功用到 就认为 那个是八地 没法管 在说禅定的时候 说久住的时候 没法管 但是也同样用 无功用到 无加行功用 所以你看文字一样 境界差很远 但很多人 有增上慢的人 就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八地 生命会有的不的 都出来 这就是问题所在 好 接着第七行 2467 人诸论皆言 由不放异 断诸或以 持舍的进驻 不容杂染 也就是到了这种状况 不容杂染 就如同前面的不放异 是无间道 那个舍呢 算是更进一步的解脱道 可以这么说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先有无间道 再有解脱道 所以呢 因为先有不放异 才有行舍的这种状况 所以解脱道中 不容受杂染 这个是说得通的 所以这个就是 前后时 别起胜用 也就是说呢 把不放异 跟行舍 做一个前后时 的作用来说 所以 杂吉论 数记在这边呢 就有这样讲 当你讲舍的时候 不容杂染 所依为业 这是 杂吉论 里面的 说呢 这个舍 是不容杂染 所依为业 那 数 数曰 就是亏计大致就解释 不容 就是不受 由不放异 你看他就写写了 因为前面的不放异 先除杂染 故于舍卫 不容受吃 就不再接受杂染了 所以 不容依 是舍的作用 不容杂染 所依 所以成为是说 对字 调举 静注为业 由不放异 同刹那中 先除杂染 舍 再令心 即静而住 也可以的 或前后念 形象各征 由是杂染 舍不容身 或乎此说 舍除杂染 各能 我刚才看不懂 他后面这一段是说 如果照前后文来看 可以是不放异在前 寻舍在后 但是呢 也可以说 因为 因为同刹那 不放异的同刹那 不放异 先除杂染 舍 再让他激进而住 你也可以这样讲 不放异也是 先除杂染 然后舍才是 激进而住 等等的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 接下来那一段 课本 接下来 霍金所说 此虽同时 同时不异 能除杂染 不放异 已经不受杂染了 刚刚讲说 不放异在前 然后呢 解脱到的舍 是不受杂染 现在他说 可以同时 不放异 已经除杂 不受杂染 舍强调的是 能够急进而住 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 异说前后 从道理上来说 有一个在前 不放异在前 行舍在后 但是也可以同时 依此二用 互贞之时 说其向也 所以等于呢 葵基大师就把 本来比较简单的 逻辑 想法 他就又说得 更复杂一点 你可以说前后 也可以说同时 不放异跟行舍 这样子 前后的话 就不放异在前 行舍在后 那同时的话呢 不放异就是 已经 不容受杂染 出杖 然后呢 舍强调 心是进驻 这样子 可是呢 导属帝王说 此间 据别杖调局 等取于法 特别强调的就是呢 对峙调局 这样的障碍 陈卫世论 特别是强调这个 但是呢 等取于法 还是有其他的 修定的障碍 不同对法的地时 除贪忧 又冒出来的 或者是对法的第一 通能至于切法 所以这里 既不是用对法的地时 也不是用对法的第一 对法的第一是通能至于切法 不去讲这么多通的 但是也不是通对法的地时 除贪忧 那地时除贪忧是什么 请看讲义这边 第四卷讲的是七觉知里面的舍觉知 也是舍啊 七觉知里面有个舍觉知 可是那七觉知里面的舍觉知呢 舍之不染污体 永除贪忧 不染污 未为之幸苦 不太一样的 因为那个地方讲的是舍觉知 所以除的是贪忧 不是对之调知而已 所以两个地方用的 同样都是舍 可是这里讲的是呢 善心所里面的行舍 不是讲七觉知的舍 就好比我们讲那个行运的行 十二元起里面也有行 五运里面也有行 然后呢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三法义里面也有行 我就曾经呢 以前刚开始要开办那个研讨班 我就出了这个问题 让来想要参加的人说 你回答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看你的程度如何 其实并不是说你程度不好 我们就不收 只看你程度如何 我们好了解 怎么要教 但是很多人 这名词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这基本佛法的用词 五运呢 行运 也是基本佛法的用词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十二元的行 请问这三个行 有什么不同 这考问答题 应该是佛学通考的时候 要考这一题 看他得几分 好来 最后两行 一二三七最后两行 此无别体 如不放异 离比释法 无相用故 所以呢 行舍还是精进三根 能令即进 就是这四法 所令即进 就是你的心平等性 心正直 心无功用 这样子 好 那一二三八 下费力 然经此舍 离前 释法 无别项 及作用 会故 若能令即进 赐舍 就是这四法的功能 若所令即进 民舍 就除这四法之外的那些新的状态 心平等 心正直 心无功用 然既以能即进为舍 故体即四法 能够造成那个心的极境 就是要这四个 无贪 无成 无吃 跟精进 那信等 近相等 非敬也 不是敬 如前不放异 旧胜 依而立 亦如前说 这边也一样 旧胜而说 与法 不仗 其他的 就不去说了 然后呢 对法 地实 跟显良云 如契今说 为除贪忧 心依止舍 刚刚说了 对法 地实 讲的是七觉知的舍觉知 那显阳圣教论这边呢 你看 他在第一卷 由不放异 除浅然法 由彼舍故 予以除浅 不染污住 如今说 为除贪忧 心依止舍 他其实是先讲不放异 不放异 除浅然法 然后呢 透过不放异 除浅然法之后 舍的话呢 予以除浅的 不染污住 住在那个 不染污那边 然后如今说 除贪忧 心依止舍 所以 亏济大师说 这边的讲法 据离欲 或无漏舍 相来说的 是从离欲 是从离欲的状况 除贪 除忧 离欲的状况 或者是讲 无漏法 无漏的舍 所以 以忧根拒 亦游舍也 然烦恼 拒忧及贪 皆是欲戒 与善心等 信向为反 说明 除也 是从这个角度 去讲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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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 因为这里面 烦恼 会跟着忧 烦恼 跟着贪 都讲的欲戒 所以这边是讲 离开欲戒 是这种 这种 除舍 那对法 第十 是七觉知 这个讲法 违约无漏 你要修的是 无漏当 就刚刚说了 这个 违约无漏 觉知修果者 见到所断 烦恼永断 由七觉知 是见到自体过 引用这一段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 但是 集成篇说 你要解释这一段 违约无漏 就是 杂鸡论本身 的这一段话 那见到所断 烦恼永断 透过七觉知 是目标 修行的目标 在这里 所以舍觉知 也是为了要 断烦恼的 无漏 无漏道 据说的 不是只有一个 善心锁的状态而已 是约那个 修无漏道 的舍觉知 去说的 要断烦恼的 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 以上 这个就是行舍 再来 不害 不害 最后一个 善心法 最后一个 不害 于诸有情 不为损扰 无称为信 就是一句话 无称为信 对有情 不损扰 能对自害 伤害的心 悲悯为业 能够让你产生 悲悯心 是他的业用 为 极无称 与有情 所不为损扰 假民 不害 是站在 无称 这个 依无称 作体 假民 不害 所以 数据这会不会强调 什么叫做 于有情 不损扰 非为不断命 不是讲 不断命 是不损扰 不断命 是无称 这里没有那么严重 这里只是讲 不损扰 是这个 那因此 你看第一行 1239第一行 他说这样的话 既然是无称为信 干嘛要另外立一个 不害呢 为什么 为什么要再另外 另一个无害呢 所以 陈渭世论这边 就把它很明显写出来 无称 反对断命 断物命的称 来立的 不害 正为损扰 误害 来立的 句点 看到 句点 断命不断命 然后损扰不损扰 断命不断命 就是称 跟无称 然后呢 损扰不损扰 就是害跟不害 无称 与乐 另外呢 不害是拔苦 与乐拔苦 就是词跟悲 所以 无称跟不害 出向差别 就在这里 无称 能够与乐 不害 能够拔苦 出向差别 所以 这个是出向差别 下面呢 理识来说 无称 实有字体 不害是依着 无称 一分贾力 那个比就是无称 那未显 慈悲 二项 有差别 慈是与乐 无称 不害是拔苦 的悲 然后利耀有情 这两个 特别就是在慈跟悲 娱乐跟拔苦 所以 基本上 他就是 从两方面来说 出向差别 跟 这个 实际上 一个体 一个依着无害的体 假立的 但是呢 未显持 被二向差别 才特别去立 这个不害 出来 这样子 所以你看第五行 1239第五行 持有二解 无称反对 断无命的称 不害呢 唯一损脑物的害 故事而别 明害损物 但是呢 没有到严重到断命 称的话呢 是会断物命 把对方给断命的 不是只有损害他而已 继而 如何风等不断物命 即非害故 刚开始也看不懂 什么叫做 原来 风等是指那些 无情的伤害 无情的灾害 风水啊 火啊 也会伤害众生 也不会害命啊 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所以风等不断物命 但是呢 这边指的 不是这种无情 讲的就是 有情 你有情对有情 所以你看 此中且约出向 于有情所 对的是有情 你有你这个有情 对其他有情 如果地水火风那些 对我们的生命 有一点损害 他不会立这个不害 这个心所 是这样 又不约所致 所致是什么 对之害 他不约所致 但明此体 别前无称 就是离开 无称呢 不会有不害 这个东西 别就是差别 前面的无称 对不起 这段话 他实际上说明说 无称跟不害的差别 在哪里 无称是与乐 不害是拔苦 所以与乐的话 是磁之体 不害拔苦 是悲 这样子 与有情乐 磁之体 不害是拔众生苦 是悲 一个磁 一个悲 不同 故显阳第四卷 此以无称为信 悲以不害为信 实际上 他这一段 人家显阳生教论 讲的是 此被喜舍 事无量信 你看 此事无量体信云合 此以无称 善根为体 悲以不害 善根为体 喜以不济 善根为体 舍以无贪无称 善根为体 皆是灵敏众生法固 于此事中 辞为无称 赐恶无量 无称一分 悲喜 虽然他这边写 悲是不害 然后喜是不嫉妒 但是呢 他后面的说明说 这两个 这一个悲跟喜 这两个无量都是无称的一分 然后舍是无贪无称 同时建立起来的 幼父与笔相应等词诸心心法 并其建属皆是事无量体 也就是说到这里 等词就跟那个禅定有关了 所以你要修得 这个 比较上面的天界 你要修四五量心 你要修一点禅定 你的 你的那个 是无量心 才能够因为有等词 加持的情况之下 你的心才会真正无量 所以你的天的那种 你升天的那种阶级才会往上提升 尤其如果你要升到 这个社界天 你一定要 除了时善的话 你一定要修定 定中要有四五量心 你才能够升社界天 叫范天 好 从这边你就可以知道说 升天不是那么容易 不要说社界天要修定 欲界天 你要升到 升到跟刀立天同一个level 在大致论里面就举例 刀立天王常常会来给你考验考验 怕你抢了他的天王位置 看你是真的修菩萨道 还是想要来抢他天王位置的 他常常都会给你考试考试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修菩萨道 要有这个准备 面对天王考试 你要摆明了说 我没有要抢你的位置 我只是要修菩萨道 你做你的天王 做得你高兴 没问题 我不会抢你天王的位置 我们要先有这样子的准备 否则天王来考验的时候 你说奇怪 你比如三宝弟子 你干嘛来队友考试 不要忘记 刀立天王有很多个 刀立天王不是只有一个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十的九次方个 一后面摆九个人 因为三千大千世界有十的九次方个小单位世界 所以你不要以为所有的道立天王 通通通都是三宝弟子 只有四题还阴才是 好 来 礼食 这个 所以你看最后两行 一二三九最后两行 礼食 无称体是石油 不害呢 是依着无称甲利的 特别强调 无称一分拔苦之意 比较殊胜的这一边 去贾力这个不害 好 翻过来 好多个问答 问 前面呢 说大卑以无称无痴恶法为体 今何故读言不害 你说那个卑不害是卑 那现在为什么只有用一个不害为体 你说那前言 大卑以无称无痴在哪里 一二二五 引用的就是呢 于一协师利论五十七卷 一二二五的倒数第八行 于一协五十七说 大卑以比无称无痴恶法为体 非二十二根色 所以一二四零 这边就引用这个 前面不是说大卑是无称无痴吗 现在怎么只有一个 依着无称的不害 回答 一二四零第二行 比具实体 此曰假成 这边是专门要去讲那个 依着无称的不害 去讲这个卑 如果要分别 前面那个是大卑 这边只是卑 事无量心里面的卑 不是大卑 你认为大卑是什么 菩提心为根本的大慈悲 大慈大卑 要有菩提心 不管是世俗菩提心 或生意菩提心 事无量心不一定是菩提心 事无量心不一定是菩提心 但是一定是升天必然要具备的 所以很多人把那种行善 看到众生好可怜 很愿意帮助众生的慈悲洗手 那个事无量心就当成是 这个是菩提心 可以是可以不是 我没有说他一定不是 你说那为什么 情况之下是不是 他的事无量心慈悲里面 没有一定要成佛 一定要度众生出离生死 要度众生成佛的愿 他只是纯粹的 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他没有要帮助众生成佛 自己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成佛 你说这样有差 有差 差很多 差很多 你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这些话如果让慈悸的人听到 他一定很不爽 但是我一定要说 真的差很多 好 再来第三行 问何不于无贪上面建立呢 答未显功德中慈悲恶相的差别 所以呢 不害是依无称假利 不是依无贪来利的 这个问答好懂 然后再来一个问 诸功德等如圣处等八圣处 等这些 这些八圣处 死一切处 也是以无贪为信 何以善终不依无贪之上 未显功德别故 别立一个假法呢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立一个不害的假法呢 他说一切功德 依圣人是最圣 圣人当然是佛 于圣人身中 当然佛为最圣 佛身之中 利药有情是最圣 也就是说 佛的功德里面 是什么功德最特别呢 就是慈悲 利药有情 利药之中 慈悲二种最圣 未显极圣功德的差别 要来凸显 要来凸显 佛身中的最殊 要来凸显 刚说了 不是不是第二哦 是第四圈哦 吉成篇也说第二找不到这段文字 的确是在第四圈 显阳第四 喜是不祭 你看 慈悲喜舍的喜 以不祭善根为体 事物量心里面的喜 不祭善根 他说到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立他为善根呢 达 拔苦悲胜 别立不害 喜不胜悲 喜不会超过悲啦 所以呢 就不会立不祭是善根 要无称 不害 才是善根 这样子 好 这是一段 接下来一段 破别有体 也就是说 另外一个说法 不害有体的 不害的体是什么 有说 不害非吉无称 而是他别有字体 就是弦善 是他的体性 那论主说 我好 那如果照这样 那他的相是什么 还是不损脑 你体是弦善 那他的相还是不损脑 那无称也这样 无称也是不损脑 那请问 不损害的无称 跟你的贤善的不害 有何差别呢 为你友情 不为损脑 慈悲贤善 就是无称啊 那你怎么区分呢 就反驳他就对了 所以可见你的贤善 为不害的 那是谁的说法呢 回过头来 1240最后三行 萨婆多斯 正理论说 等了 用个等字 说贤善信 有这个贤善的 是一个人 那顺正理论 真的有这样的用词吗 你看顺正理论讲 与乐 顺恼友情 相为 顺恼友情相为 心贤善信 说明不害 真的 顺正理论 有这样定义 贤善为不害的体性 因此论主 才会去假设这个 那请问 你的体性是贤善 那你的相是什么 他说一样 不损恼 他说这样的话 那跟无称有什么差别 非离无称 别有自信 你看那个第六行 第七行 非离无称 别有自信 与友情不为损恼 体性贤善的相 就是无称 不是吗 那你怎么去别呢 所以离无称 无别不害 不害明明就是在无称之上 假力的 这样 以上到这里 就这一段就讲完了 你看接下来 他的科判是五三 租门分别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把这个科判交代 下礼拜就不必要去交代这个 你看1207 1207 1207是善 前面的四 应该是看1208 因为1207是祭宋 然后1208的第二行 四三 长行四 分三 五出 四善得民 破一中指 然后倒数第四行 五二 一送别列 一送列 列别出善体 所以呢 把善法 这十一个的体 列举出来 是在五二 那五三 所以这个就是 五出 五二 五三 租门分别 也就是说五二呢 是把这十一个三星所的体 相用 列举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一二 四一 回来一二 四一的五三 就是 租门分别 租门分别再分成了 分棉别序 十二段 吓死人了 十二段 生出生二 生三到生十二 还有十二段要研究 真正是舒坦 那今天就到这里 请各位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其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保持人分别 一切都能定